民眾人手一個購物欄拼命往裡面塞 很難想像這裡其實是一間日式婚宴會館 椅子圓桌全部都收起來 現在餐廳業者也和貿易商合作 就在空閒的婚宴會館裡面大擺特賣會 婚宴會館有電中電 200坪的包廂擺了超過700種的商品 都是日韓進口的零食泡麵飲料 民眾說撫慰了無法出國的心 民眾可以說就是說沒有辦法出國 也是可以買到異國商品 很療癒感 因為家裡有小朋友 他特別喜歡吃零食 電中電快閃特賣會 葉子說因為疫情讓業績狂跌了八成 才不得不做出的改變 電會廳就變成閒置了 來活用一下來辦一個特賣會 廣告行銷的時候 我們也會跟著曝光 不只台中的婚宴會館 異業結盟的電中電 也出現在雲林 可以嗎 可以穿好嗎 這間婚宴會館舉辦特賣會 衣服 蝎子 床包 或是糖果餅乾 應有盡有 多圓一點吧 不然的話 風格的話 你也是在那裡 這些店家受到疫情衝擊 不得不一夜合作找出路 咖啡廳也是眼鏡行 南投中心新村 這家雙店合一共用店面 省下了不少租金 喝咖啡配眼鏡相互吸引之下 也增加了不少業績 衝擊相對變小 冷潮的話 沒有像在都市減少那麼多 所以沒有那麼大的影響 疫情重創國內經濟 尤其是餐飲業 店家自救 想出了電中電的另類經營 異業結盟 魚幫水 水幫魚 搶救低迷的業績 記者廖文斌 曾偉翔 李孟章 張志凱 台中雲林 南投報